英国大使教育 他是个老实人 很谦虚 说自己 忠下跟人 不是忠上跟人 那么烦恼吸气很重 他用什么方法 他用神念方法 这个神念技术是暗暂技 不是明技 佛号从一道诗 清清楚楚 字字分明 这个容易写心 因为你一有妄念 这个书就记错了 必须要记得清楚 佛号从心伸出来 口里念出去 耳朵听进去 用这个方法写心 听自己念佛的声音 不出声音都可以 默念也行 默念的时候还是能听自己的声音 从一到十 如果 初学的人 从一到十还记不住 还会念念就不晓得 第几年 忘掉了 你就分两段 两段还是失去 第一段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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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到五 接着呢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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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到十 句句清楚 但是不能够这样念 阿弥陀佛一 阿弥陀佛二 这就不行了 这不是这个念法 是按记 心里记得清清楚楚 但是不落痕迹 痕迹 没有痕迹 可以分成两段 再不行的呢 分三段 三段是三三四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一定要清楚 不要记述 不要用念诸 用念诸记述分心 这心不能够专义 印诸一神 就用这个方法念佛成就 他把这个方法传给我们 告诉我们 这个方法是养神 养精神的最殊胜 为什么人没有往下路 散好精神的就是往您 真正修行人 所以越有功夫 他先越清净 功夫就是清净 功夫就是平等 清净心里头没有支柱 平等心里头没有分别 我们的功夫只要能做到这样 就可以决定佛神 佛神有霸卧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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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感谢观看